各位义父们 又又又又是柳如烟 这是高达一个宇宙人口点赞量的玩截爽 请正在敦坑的你 调整好姿势慢慢享用 我跟柳如烟恋爱十年 前九年一直都是负债陪他跑业务 最后一年成功进入富豪榜时 他却坐在豪车里跟我提了分手 那天下大雨 我望着车外冒雨 骑电瓶车的情侣问他 你看他们 像不像当年的我们 柳如烟不耐烦的皱眉 你就喜欢在我春风得意时 提一些晦气的往事 他把我也归为晦气往事的一部分 迫不及待的想要甩掉 可明明 当初是他求我跟他在一起的 柳如烟踢豪车的那天 几个朋友组了个局为他庆祝 我因为处理公司的事 倒得有些迟 恰好听到他的朋友问他 柳总 今年应该要跟小季结婚了吧 柳如烟笑得漫不经心 再等等 我现在又不是没得调 可小季跟了你十年了 又不是我逼他的 也是啊 哈哈哈哈 一群人附和着笑了起来 直到有人转头 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 小姐 柳如烟的朋友 一直都是这么叫我的 因为柳如烟一开始 跟他们介绍我事 说的就是 我助理 小姐 那时我以为他这么做 是为了省去诸多麻烦 原来 是他的潜意识里 一直存着这个念头 等到功成名就时 将我一脚踢开 我看向柳如烟 他起身朝我走了过来 也不知道他是以为我没听到 还是懒得解释 他只轻声问我 怎么来得这么迟 因为他着急提车 把原本该处理的事 都扔给了我 所以我才来得这么迟 他明明知道原因 偏要问这么一句 是想让其他人以为 我故意在扫他的心吗 不等我回答 柳如烟的眼神忽然一转 看向了我身后 刘总 伴随着一道娇俏的声音 有个身影高兴地 扑进了柳如烟的怀意 那一瞬 我看得清清楚楚 柳如烟没有半分 要推开的意思 反而很自然地抬起双手 想要抱住对方 如果我不在的话 旁边有人给那个男孩 识眼色 他好像终于发现了我的存在 然后 抬起头笑盈盈地问柳如烟 他是谁啊 我以为 如今已是功成名就 我和他的关系 也早已昭然若揭 应该不会再听到那个答案 可柳如烟还是说 我的助理 小姐 男孩呕了声 又把手里的车钥匙递给我 说他手机忘在车上了 让我去帮他拿一下 我低头看了他 只觉得这把车钥匙格外熟悉 是十年前 我和柳如烟刚创业时 我为了方便柳如烟出门跑业务 问我爸妈借钱买的那辆车的钥匙 半年前 柳如烟说车子给了公司员工使用 使唤我去帮他拿手机 他给自己带入的身份 是柳如烟的男朋友 那我算什么 我和柳如烟在一起十年 前九年一直都是负债陪他创业 我尊重他的野心 也想跟他共创未来 最难的时候 我们两人缩在地下室里 一包泡面掰着吃 连煮面滴那点店都舍不得 员工工资发不出的时候 也是我舔着脸到处问人借钱 又去求员工宽限一点时间 我想着 以后功成名就了 柳如烟是要站在前面的 他的脸面 比我的脸面更重要 我想了那么多 唯独没有想到 他会在功成名就后 跟别的男人暧昧不清 就在此刻 在我的面前 他们不需要多亲密 只是一个下意识 想要抱住对方的动作 就足以划成刀扎在我的心口 我感觉到自己的心 正在一点一点碎掉 太疼了 疼得我受不住 我轻声对柳如烟说 我先回去了 他愣在那里 没有拦我 反倒是他怀里的男孩子 拉住我 让我把车钥匙还回去 我告诉他 这是我的车子 什么 男孩也愣住了 我没有再管他俩 我看着他 千言万语到了嘴边 却又觉得问什么都是多余 那些他不回的信息 不接的电话 还有身上沾染的香味 早已无声地告知我真相 是我太自以为是 妄想共苦的情分 能支撑彼此在一起一辈子 愤怒在这一刻坦坦 我突然泄了气 柳如烟也在沉默两酒后 提了分手 几博答 我们分开吧 我感觉自己 已经不爱你了 他很坦荡 坦荡到让人心碎 眼泪猝不及防地冲上来 我连忙转头看着窗外 可脸上却又扬着笑 鬼使神拆的 我问了句 柳如烟 你看他们 像不像以前的我们 柳如烟只扫了一眼 便不耐烦地皱眉 你就喜欢在我春风得意时 提一些晦气的往事 所以 我也是晦气往事里的一部分 你迫不及待想要甩掉是吗 柳如烟没有回答 只是把手搭在方向盘上 一下一下轻轻地敲着 也许到了此刻 在他心里 更在意的是刚提的车 而不是陪了他十年的我 外面的雨下得更大了 噼里啪啦像是击打在人心上 我深吸一口气 抬手开了车门 柳如烟这时终于转过来 正眼看着我 你干嘛 我开我自己的车回家 他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说 要不你打车吧 那车说好了给人家用 突然要回来 我不好解释 我被气笑了 柳总是不是忘了 你刚才已经跟我提了分手 你不好解释 跟我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被我的话一言 脸色当即就沉了下去 他咬牙道 你要走就快走 别开着门让雨水淋进来 这是新车 是啊 新车 柳总就差把喜新宴 就这四个字写在脸上 你在阴阳怪气我 没有 我只是在说车子 柳如烟冷哼了声 我微微侧头 看了他一眼 此刻的他 满脸小人得志 跟过去十年 离我爱着的那个人 明明长得同样的脸 却又哪哪都不一样 他早就忘了 当初是他求我跟他在一起的 他也曾承诺过 打打 我会永远爱你 所谓永远 不过十年 而且这十年 还是吃苦的十年 我低着头 慢慢在雨中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并不远 可我却有种错觉 好像这一小段路 要花十年的时间 才能真正走完 因为淋了雨 再加上最近几天 工作强度大 当晚回到家后 我就发了烧 幸好温度不高 家里也备着退烧药 我吃了药 昏昏沉沉的睡下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 手机叮咚叮咚的响起来 有人连着给我 发了好几条信息 我以为是工作上的事 强撑着 头重脚轻的身体 坐起来 拿起手机看 结果 却是柳如烟的新欢发来的 今晚柳如烟和他 一起住在酒店 他拍了几张路股的合照 发到了我的手机上 同时也问我 挤住脸 你猜 我和刘总是什么关系 又不是小孩子 还猜 我干脆利落地 把他的号码拉黑 想想不放心 又把手机关机 继续睡觉 果然第二天开机之后 又有几条短信进来 只不过这几条短信 是用柳如烟的号码发的 估计他发完之后 还删掉了柳如烟那边的短信记录 还真是小孩子 喜欢玩这种幼稚的把戏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十年 陪他从一无所有到工程名就 他难道以为 我是个只会争冲吃醋的信求吗 我昨晚没哭没闹 不是我懦弱 而是我要脸 我要把曾经为了柳如烟而丢下的脸 一点一点 全部捡起来 然而 让我没想到的是 柳如烟早在提出分手前 就已经开始防备我 他改掉了办公室的保险箱密码 降级了我在系统里的权限 那些我想保存的证据 现在我连碰都碰不到 面对我的质问 他冷笑着说 吉伯达 我太了解你了 我不是那种会死缠烂打的人 一旦柳如烟提出分手 我确定无可挽回后 肯定会跟他分割利益 而眼下公司的利益实在诱人 柳如烟又怎么可能轻易割给我 于是他做了以上种种 让我成了困手 我说不上来自己此刻是何种心情 愤怒到极点 失望到极点 两种情绪在顶峰交汇之后 又突然变得平静 我就站在柳如烟的面前 无声地看着他 一直一直看着 柳如烟不知道是心软了 还是被我看得有些发毛 起身走近我 他说 打打 只要你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之间本来可以不用走到这一步的 只要我默许他婚后可以划天酒地 只要我能容忍伴侣的步骤 我们之间就可以很和谐 用柳如烟的话来说 成功人事的圈子 情人是少不了的 逢场做戏也是少不了的 我应该顾全大军 凡事不要指认的死利 那样的话 他还会跟我结婚 毕竟跟我结婚的好处 要比跟其他人结婚的好处多得多 不用担心利益被分割 还能落得一个好名声 往后有人提起他的创业史 都会说他重情重义 功成名就之后 也没有抛弃糟糠男友 于他而言 真的是一举多得 完美的不能再完美 可我呢 柳如烟 我的十年 就活该打水漂是吗 在感情上遭受他的背叛还不够 在事业上还要被他一脚踢开 难道我就应该顶着绿帽子 灰溜溜地离开 从柳如烟的办公室出来后 我没有再继续上班 而是直接离开了公司 明明外面太阳很大 我却冷得一直发暴 还记得一年前公司 刚搬到这里的时候 柳如烟故作神秘地问我 你有没有觉得 公司的楼层号有点凑巧 一千二百一十九 正好是我的生日 可我知道 这不是凑巧 而是他精心选过的 那时候的柳如烟 还没有被欲望彻底迷了眼 他的心里 也还有我的位置 或许在某个瞬间 他也想过要跟我结婚 要跟我共度一生 只是后来欲望太过膨胀 接触的人和事 也太过纸醉精迷 花花世界到处充满诱惑 又有几个人 能真的坚守本心呢 时至今日 我仍然相信 当初的柳如烟 是真心爱过我的 也正因为我感受到过 他真心的爱意 所以此刻才会心如刀割 痛到发抖 我回头朝着十二层看了看 也许此刻柳如烟 也正站在窗口前看着我 见我如此狼狈 他会很有成就感吗 会不会想起从前 因为交不起房租 被房东轰出来的那天 我也是这般无力难过的 站在大厂门口 他匆匆赶来 一把将我抱入怀中 曾经我们也很好很好 为什么有钱了 人就变了 我还以为 有钱了 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 互相陪伴 再也不用为了跑业务 十天半月都见不到一面 原来有钱了 不会多见面 而是会分开 还会被曾经的爱人算计 被此成为 所有人口中的笑话谈资 柳如烟后来 给我打了五十万 他说这是我应得的 我对着那条转账信息 冷漠的心无波澜 五十万很多吗 他刚提的那辆车 就要好几百万 区区五十万 就想买断过去十年 离我所有的付出 如果我收下了 日后别人问起 我们分手的原因 他大概就能理直气壮地 说一句 因为钱 不过 我也没有把钱退回去 而是在两个小时后 微信上给他发了一句 分红的钱已经收到 柳如烟不知道是没看见 还是在忙着陪小情人 反正没回我 也许他觉得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就算我心有不甘 除了回头求他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可他忘了 我从来不是会轻易认输的人 要不然 也不会陪他走到今天 律师给柳如烟打电话后 柳如烟才知道 过去这些天的平静 不是我接受了事实 而是暴风雨的前兆 他有些失态地来到我的办公室 忍着怒火重重甩上门 那声音 估计把外面的员工都吓了一跳 我笑着抬眼看他 声音也温柔 柳总找我有什么事吗 柳如烟 你想干什么 五十万还不够 你想要多少 五百万还是五千万 我只是想拿到自己应得的 是我一直在支持你 没钱的时候 也都是我在想办法 柳如烟 你们心自问 五十万真的够吗 就算我去上班 十年时间 也能存下不少钱 那样的话 至少我不用到处为人借钱 也不用背负压力 多少个日印 我因为公司的事辗转难免 头发大把大把的掉 可我不敢开口寻求柳如烟的安慰 怕给他增加压力 到头来 他想用三言两语 就抹去了我所有的努力 还说我占了他的便宜 我在心里默默冷笑 而后站了起来 你要是觉得我要的太多了 柳如烟咬牙切齿地喊我的名字 好像我是跟他有着深仇大恨的人 你非要闹得鸡飞狗跳是不是 我没有闹 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闹过 他把新欢带到我面前 我没有闹 他降级我的权限 我没有闹 他想用五十万买断我的十年 我也没有闹 可是柳如烟 我其实是有资格闹的 你心里不是很清楚吗 柳如烟恼羞成怒 公司刚上正轨 你就闹吧 最好闹得两败俱伤 咱俩谁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我说过了 我没有闹 那你就是有病 骂完这句 柳如烟甩袖而去 我安静地坐回椅子上 抬手按了按自己的心口 真好 已经不会痛了 晚上公司的财务联系我 说柳如烟想要把公司账上的钱 都转到个人账户 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 以前财务也会知会我一生 但都是在事后 这次不知怎么办 竟然在转出之前就给我打了电话 面对我的疑惑 财务大哥在电话那头轻声笑了笑 温声道 你和刘总的事情 我听说了 同为男人 我知道你的不容易 他来公司的时间并不长 也就两年左右 但这两年 恰好见证了我和柳如烟的感情越来越淡 直至现在翻脸 财务大哥说 女人有钱了 大多都会变坏 或者也不能说他们是变坏了 而是他们本性就这样 只是以前没有经济支持 不得不压制 不得不伪装 一旦到达临界点 所有的本性就会立刻暴露 我听着财务大哥的话头 应该也是有故事的人 两年前他来应聘的时候提起过 他当了十年的家庭主夫 突然出来找工作 是因为家里出了问题 那时我还以为 他们家出问题的是经济 现在看来 大概也是女人出了问题 她临过雨 所以想要为我撑伞 我低声对她说了谢谢 除了这两个字 别的再也说不出来 不敢说 怕自己会哭 可眼泪解决不了任何事情 只会让自己显得懦弱 而我现在最不需要的 就是懦弱 因财务昨晚输错三次密码 公司的账户被暂时锁定 第二天柳如烟又恰好有事 没能及时到银行解锁账户 她也没想到 我这边会趁着这个空档 让律师找法院 冻结了公司账户 等到她去银行处理的时候 就发现公司账户 已经动不了了 柳如烟大怒 在电话里立声质问我 几波打 你想与死网破事吗 我说过了 我只是想拿到自己应得的 什么是你应得的 整个公司 还是我这个人 柳如烟冷冷地笑 好像我说的是什么笑话 她又故意讽刺我 如果你不甘心跟我分手 那我可以跟你和好 不 我嫁你 我嫁你总行了吧 事到如今 她大概还以为 只要她勾勾手指 我就会回头 会像过去十年里一样 爱她爱得死心塌地 为她付出所有也毫无怨言 可她会变 我也会变 柳如烟 现在不是你愿不愿意 嫁给我的问题 而是我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就因为我不肯把公司的 运转资金拿出来给你 所以你不愿意跟我和好 还要跟我于死网破事吗 你看 她多会到达一耙 日后也可以冠冕堂皇的 对外说一句 几波打呀 是因为钱财跟我分手的 众人也会唏嘘 你们都这么有钱了 她竟然还不满足 可我现在力求的 也不过是我应得的 柳如烟 以后不要给我打电话了 我们法庭见吧 我把柳如烟的所有联系方式 都拉入了黑名单 公司里的事 也暂时都做了交接 原本是打算去周边城市散散心 可我准备出门的那天 网上突然出现了一篇 跟我有关的小作文 字字句句 都在控诉我的不知足 都在斥骂我没有羞耻心 是柳如烟的心欢 没急薄血的 她在为柳如烟打抱不平 可她不知道 柳如烟说给她听的那个版本 完全抹去了 我在这段感情里的付出 把我塑造成了一个 只知道索取的恶毒男人 我能理解她的心情 却无法苟同她的做法 既然她想让广大网友 来判断对策 那我就满足她的愿望 我取消了散心计划 坐在电脑前 用一个下午的时间 整理出了一部分 我跟柳如烟的聊天记录 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前九年负债创业的时候 所有的房租和生活开支 都是我在承担 而我们最初的创业资金里 有30%是我从我爸妈那里借来的 至今人未归还 这些聊天记录一曝光 柳如烟瞬间就从原先 深情付出的形象 逆转成吃软饭的渣你 网友们还顺着时间线 扒出了梅吉博和柳如烟 在一起的时候 我和柳如烟并没有分手 于是梅吉博的评论区彻底沦陷 点赞最多的一条是 知三当三的小仙男一美啊 梅吉博用别人的手机 哭着给我打电话 骂我伪造聊天记录陷害她 可我只是平静地告诉她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十年 为她付出了那么多 到头来是什么下场 你已经看到了 难道你以为 你一个半路出场的 以后的下场 会比我更好吗 梅吉博大概是被柳如烟灌了 泥魂汤 根本听不进去我的好言相劝 她哭着骂道 你被抛弃是你自己没本事 烟烟那么好 都是你在污蔑她 我笑笑 没再多说一个字 把这个号码也给拉飞了 但我知道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就结束的 柳如烟之前给我五十万 除了想要买断 我在过去十年里的付出 也想让我闭嘴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把事情闹大 尤其是闹上网私逼 她绝对不占领 会被全网骂 明明她已经很努力地 在规避这种风险了 现在却被梅吉博搅和的一团糟 柳如烟气疯了 直接冲到我家 输入密码想要开门 可我早就把大门的密码改了 在我发现 她把保险箱密码改了的那天 我回家就把大门密码改了 柳如烟在外面一边大力地敲门 一边喊我的名字 吉博搭 我知道你在家 开门 快开门 我确实在家 就站在门后 可我不会开门的 男女力量天生悬殊 此刻柳如烟又在气头上 万一开门后她对我动手 吃亏的肯定是我 但我也不想让她一直这么敲门下去 太吵了 会影响邻居 于是我把她的号码 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波通 柳如烟几乎是用吼的 吉博搭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只能靠自己啊 那你也不能毁了我 柳如烟吼完 又开始砰砰砰敲门 甚至有砸门的趋势 我报了警 然后柳如烟就被警察带走了 她进电梯前 死死盯着我 那种眼神 像是要把我千刀万挂 我强撑着站在那里 表面好像无所畏惧 可实际上 我的手心早就冒汗了 我一直以为 我很了解柳如烟 可直到她劈腿我才知道 她的骨子里很卑劣 直到她想要读大公司我才知道 她的内心自私又阴安 直到她今晚试图砸烂我家的门 我才知道 她有家暴的前置 如果我和她结了婚 如果我们一直走下去 最终等着我的 绝不会是幸福美满 她会背叛我 会让我一无所有 甚至可能会打我 把我赶出家门 我被自己脑海里的预设下的腿软 几乎是扶着墙 勉强挪到沙发边上 然后就瘫坐了下来 手机一直在响 但我好像失去了听觉似的 一点声音都听不到 直到第二遍又响起的时候 我才稍稍缓过来一点 指尖还是在颤抖 滑动了好几下才接通电话 是我爸妈打来的 说家里电闸突然被人拉了 一片漆黑的时候 又有人用石头砸我家的窗户 门口也被泼了红漆 我爸妈一生与人为善 从未做过什么不好的事情 结果领老了 居然受到这样的惊吓 是因为我 柳如烟想用这种方式逼我让步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她可以不择手段 哪怕当创业的那几年 我爸妈帮了我们很多很多 我被气得浑身发抖 脑子里像是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样 怒气直达到顶峰 就在我准备出门去我爸妈家的时候 手机又响了 这一次是柳如烟的朋友打来的 她一口一个小气 劝我跟柳如烟好聚好散 还劝我多为我爸妈考虑 表面上是在说我爸妈年纪大 为我操心会伤身体 可我知道 她其实是在暗示我 如果我继续跟柳如烟应当 我爸妈很有可能会因此受到伤害 这算什么 威胁吗 我再次报警 可警察在查看了监控后告诉我 由于我爸妈所在的小区老旧 监控存在很多盲区 进出人员也太混杂 根本无法确定嫌疑人是谁 说得更直白更难听一点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 眼下只是破了一扇窗户 门口被破了点红漆 算不上大事 也不会有警察来门口帮我们守着 除非对方再一次下手 然后被当场抓回 那样才能把人关起来 但也只是关起来几天 很快就会放出来 犯罪成本太低 他们可以无休止地重复同样的事情 可我爸妈再也受不起惊吓了 尤其我妈 近两年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这一次还好没出什么事 但是下一次呢 万一被吓出个好歹来 我该怎么办 我要怎么面对我爸 我承认 我被柳如烟的卑鄙无耻吓住了 这一刻我甚至想妥协了 也许这个世上就是没有公道的 也许 没有底线的人 就是能过得更好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早起床 想要给我爸妈做个早饭 却发现我爸妈比我起得更早 他们怕吵醒我 还可以亲手亲脚的 视线对上的沙满 我忽然就再也忍不住 眼泪落了下来 我妈连忙上前来抱住我 轻轻拍着我的背 不哭不哭 爸爸妈妈都没事 达达不哭啊 我一边点头 一边却还是落泪 羞愧 自责 种种情绪涌上心头 几乎让人崩溃 我爸也来安慰我 你还年轻 一次看错了人没关系 及时止损就好了 可我不甘心 感情上他不爱我了 我不强求 凭什么我为公司付出那么多 却只给我五十万就让我滚蛋 而且我想要的 只是我应得的 并没有多药 我爸妈见我哭得停不下来 对视一眼后 忽然说 达达 要不你自己单独成立个公司吧 对 你自己弄个公司 你有经验了 门路也有 肯定会成功的 其实这条路我之前也想过 只是我担心 眼下我正跟柳如烟打官司 很多精力被分走了 没办法全力为了新公司拼搏 十年前我可以不怕失败 失败了大不了重来 可现在 我好像没有那股劲了 反倒是我爸妈 眼里全是光 那是对我的信任和期待 悄悄成立了一个新公司 与此同时 我还从原来的公司 挖走了一批骨干员工 听说柳如烟 因为这件事在办公室 发了好几次脾气 可都无济于事 而他临时招来的那些人 根本撑不起孩子 一而再的出现问题后 不用我去拉客户 客户自然就到了我手里 最重要的是 公司的账户一直没有解冻 柳如烟手里 仅有的那点流动资金 早就耗光了 他本来就是靠我和我爸妈才有今天 现在没有人帮他了 他急了 慌了 穷途陌路了 也终于想起来 要主动跟我和解了 可我现在很忙 哪有时间去跟他那样的人见面 我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了律师 听律师说 柳如烟签字的时候 表情很难看 像是被人活生生割走了一块肉 可他有什么好心痛的 那些钱 本来就不属于他 我最后一次见到柳如烟 是在一家洗车行 他的车子停在那里洗 他跟老板在聊天 看上去心情不错 我不想再跟他碰面 打了把方向盘 想去另一家洗车行 结果这时 旁边突然冲过去几个人 一下子就把柳如烟给围住了 因为隔着点距离 他们之间的谈话 我听得并不清楚 只听到有人在说贷款 于其强制执行什么的 柳如烟从原先侃侃而谈的状态 瞬间变得十分暴躁 他推散着围住他的那几个人 试图冲破困境 可他一个人 又怎么抵得过那么多双手 拉扯肩不知怎么的 柳如烟被人绊了一下 一个踉枪 很狼狈地摔在了地上 而他正面对着 正好是我的车子 我开着车窗是为了开热闹 冷不丁的 跟他来了个四目相对 柳如烟的眼底闪过震惊 尴尬 愤怒 最后又假装无视发声转过头去 我突然想起来 他之前提的那辆豪车 不是一次性全款付清的 原来的公司在经历账户冻结 员工集体辞职 客户解约等一系列事情后 早已名存是亡 听说柳如烟后面砸进去不少钱 想要力挽狂澜 最终却还是一败涂地 时至今日 他变得一无所有 心里应该也会有一丝丝的后悔吧 放在副驾驶座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我妈 达达 今天不是说好了回家吃饭的吗 还在公司忙 忙完了 我现在在路上 本来想洗个车 但是洗车店太忙了 那就明天再洗吧 反正最近几天天气都好 嗯 挂了电话 我又把车窗伸了上去 最后朝着柳如烟那边看了眼 我哼着小曲踩下刹车 往回家的方向开去 然而只开出去不到白米 后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伴随着一起传来的 还有行人的尖叫声 我从后视镜里看了看 好像是发生了车祸 有个人从路边突然冲出来 被正常行驶的车辆撞飞了 因为我后面还跟着几辆车 挡住了一些视线 我只能看到被撞的人穿着黑色的衣服 柳如烟今天 好像也是穿着黑色的衣服 该不会这么凑巧 发生车祸的人正好是他吧 可如果真是他 那只能说老天有眼 恶有恶报 我回到家的时候 我爸正拿着手机刷本地新闻 一看到我 立马就起身走了过来 我被吓一跳 怎么了 我爸把手机递过来给我看 你看这个人像不像柳如烟 就是刚才那场车祸的新闻 有围观路人拍了照片传到网上 又被本地的媒体转载了过去 那张照片虽然不是对着柳如烟的脸拍的 但因为我刚才见过柳如烟 知道他穿什么样的衣服和裤子 所以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那个人 确实就是柳如烟 我对我爸点了点头 我爸顿时也起了八卦心 他怎么会在路中间被撞飞 你是从那条路回来的吧 你看到了吗 看到发生车祸了 但没注意看 谁能想到是他呀 那倒也是 太巧了 不会往他身上想 我低头笑了笑 心里却并不觉得巧 因为柳如烟在躲开我的视线的瞬间 我很清楚地看到 他撑在地上的手 紧紧地握成了拳头 他心里一定是不平衡的 明明之前他提豪车 还有美元相伴 可一转眼 他什么都没有了 还在大庭广众之下被追着 又恰好被我这个前任看到 那一刻他的内心 我那么落落大方 更加趁得他可怜可笑 也许他是心太崩了 冲出马路不是为了别的 是想骂我两句找我麻烦 可惜他运气不好 我让我爸把手机放掉 别看这些晦气的东西了 我们吃饭 我爸看了看我 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什么 他哈哈大笑起来 对 吃饭 不看晦气的东西 曾经柳如烟 把我归为晦气往事的一部分 迫不及待想要甩掉 如今局面翻转 他成了真正晦气的人 不知道午夜梦回的时候 他还会不会想起 当初的春风得意 他那时应该从未意识到 他的所有春风得意 都有我 我离开了 春风不归 得意不在 他活该落魄 穷苦 永远狼狈